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遥凤折叠椅的门子的内部构造 它主要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电池部分 一个是信号接收部分 最后一个是这个制动部分 三个部分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电池部分 电池部分呢 它主要分成两种电池 一种呢是这种九伏的 九伏的电池 九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一种1.5伏的小电池 1.5伏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电池装一装 电池呢是要大头对小头 这样的话对准了 那就没问题了 然后是这里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接收装置 接收装置的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接收仪器 这个一般性我们是不需要动到它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边这个按钮 把镜头过来一点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因为这是在正的底部 我们当我们把底部这块板 这样盖上去以后呢 怎样才能按到这个按钮呢 您看我们这块板上面这里有一个洞 好 在上板的时候 您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洞对准这里 这一面这样才正确 因为到时候盖上以后 我们会配给你一个遥控器的旁边 会配给你这样一根铁丝 这根铁丝的作用呢 就是让你在盖好之后的情况下 用这个去接触它 接触它 然后可以让我们控制这个开关 就是这块板和这个遥控器的操作使用 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这个 自动装置 这个自动装置呢 经过这两个过程之后呢 我们再按一下遥控器 它这个自动装置这个马达 就会转一圈360度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带动整个椅子 把这里有一个开关 把它缩回去以后 凳子就合拢了 好 现在我们来演示一遍 好 就是说门子已经上好了 您几时要在表演的时候 需要它到家的时候 按下遥控器就可以了 好